接着看到高雄环状轻轨全线通车 上半年的运量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5% 不过由于设计还有用地水电管线等等的因素 所以全线38个车站都没有设置洗手间 只有在三个车站的资讯地图有标示临近的洗手间 那么高杰公司是表示了未来会加强如厕的资讯 高雄环状轻轨全线通车搭乘人数不断增加 根据统计上半年共服务658万人次 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5% 不过全线38个车站都没有设置厕所 只有在C14哈马兴站 C20台铁美术馆站 及C32凯旋公园站等三站的地图导览资讯上 标示临近地方有厕所 对此高雄捷运公司表示 将会加强如厕资讯方便旅客使用 因为我们的轻轨的车站 它其实它的路网图就是单纯的在介绍我们的轻轨站 还有它的这个顺行跟逆行的方向 以及它需要上下车注意的事项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能之后会持续的研绎 再精进一下我们的地图的部分 那是希望说民众在看到 当然是我们有捷运车站 或者是台铁的车站的时候 这些车站的附近就会一定会有厕所 那民众就可以到 像是还有公园的部分 都是可以进到里面去进行如厕的 那如果说是在我们一般的 比较简易的车站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一看就是比较没有 可能大家就是会要去附近的 这个周遭的商家 来进行就是商界一下厕所的部分 轻轨车站没有厕所 对于长时间执勤的驾驶员来说 无非是一项挑战 对此高杰公司表示 由于在C14 C20及C32等站 因临近有厕所 且配有保全驻站 因此驾驶员可以选择在其中一站如厕 如遇到驾驶员离开车厢 乘客也不用太过惊慌 在司机员他可能要离车的时候呢 他也会先行广播 那告诉我们的列车上面的乘客 请大家不要惊慌 那我们就是司机员会暂时离开一下 我们也都会现场有保全 会在我们的这个列车的周围 会帮忙大家进行一下管制 那同时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列车充电的期间 那也希望说 民众可以在车上暂时的捎带一会儿 还是可以上下车 然后进行还有我们现场的刷卡的 这样子的一个近战的服务 那之后的话呢 就是请我们的乘客 大家也多多体谅一下 我们的司机员可能在某些车站 可能会等待或者是停留稍久一点的时间 那这个的部分的话呢 也请大家就是帮忙提亮一下 检疫局表示 由于考量轻轨车站才轻量简约 与明亮通透的开放式设计概念 且轻轨站设置洗手间 涉及用地取得水电 下水道管线配置 环境打扫及化粪池等议题 考量可行性低 所以才不建议真色厕所 民众在搭乘前 最好先解决生理问题